肝病是台湾国病 根据统计 全台有180万人感染B肝 其中约有4成患者会因反复性肝炎发作而服用抗病毒药物 目前健保提供3年抗病毒药物给付 只要民众减阴性就可停药 但仍有许多人不敢这么做 林口 基隆长庚团队针对1087名肝硬化B肝患者进行10年追踪 发现病毒抑制后中断治疗者 相较长期用药者 肝癌发生率减少了50.3% 病毒清除率超过12.8倍 肝病死亡风险也减少67% 该研究成果近期已获肝脏学顶尖期刊 肝脏学Heptology接受并准备刊登 固定疗程避肝治疗最早由中研院院士廖韵范 在2000年亚太B型肝炎指引中提出 而欧美肝病学会也在2016年起跟进 林口长庚医院肝病研究中心教授郑文瑞表示 固定疗程意味着病患在治疗一段时间后 若病毒抑制长达一年 即可中断治疗 这过程通常需要2到3年 健保2003年起有条件给付 逼肝抗病毒药物后 国人慢性肝炎及肝硬化死亡率已从2003年十大死因的第6位 降至2022年第11位 死亡人数也从最高的每年5621人降至4107人 令肝癌死亡数也由每年8479人下降至7781人 以可看出避肝防治的成效 目前健保对抗原阴性的患者 提供3年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治疗中虚验3次避肝病毒 HBVDNA 每次间隔6个月 若均为阴性即可停药 然而 基隆长庚医院肝病研究中心教授林志郎说 目前许多病患都担心 停药后可能发生肝脏带肠不全 甚或肝衰竭 而不敢中断治疗 据国内外的统合性文献 比起长期治疗 固定疗程有优越的安全性及疗效 不过仍有部分学者会因为考虑样本数不够大 追踪年代不够久 而有所保留 为了进一步证明固定疗程的安全性及疗效 林口长庚及基隆长庚的肝病研究中心跨院合作 针对1087位服用口服抗病毒药物的 避肝相关肝硬化患者进行长期追踪研究 其中494位为固定疗程组 593位为长期服药组 平均追踪10年后 结果显示 固定疗程组的肝癌发生率比长期服药组低 15.7%比26.8% 肝病死亡风险亦减少67% 而固定疗程组的病毒清除率也高过长期服药组12.8倍 53岁的肖先生是避肝代源者 在48岁时因反复肝炎发作而发现肝硬化 开始接受三年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治疗过程中病毒抑制效果佳 两年半时间都处在病毒完全侦测不出的状态 表面抗原定量也从开始治疗时的1358 IUMO降到726IUMO 经与医师讨论 肖先生开始停药 密集追踪 过程中虽曾一度血液中病毒上升超过2000IUMO 但肝功能仅轻微异常 持续临床追踪 表面抗原定量在停药满第二年时跌到100IUMO以下 在停药第八年正式消失 随后产生抗体 原本肝硬化的表现在停药第两年后逐渐有改善 第九年时已看不出肝硬化 弹性纤维超音波也显示轻度纤维化 廖韵范说 这项研究结果给了固定疗程逼肝治疗重量级的证据 比起长期服用药物 顾不论金钱的耗用 服药的不便 光是可大幅减少肝癌 增加病毒清除及增加存活率 就因相信固定疗程会给患者带来最大的好处 他提醒所有臂肝患者定期追踪 也要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应遵从医嘱服药 一旦停药 更应遵从医嘱定期追踪 虽有臂肝 仍可过着彩色人生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